导演和演员间的权力结构不对等 一直是影视界公开的秘密 2017年好莱坞多位女星 指控知名电影制作人维恩斯坦性情 掀起了一股MeToo运动 许多男女明星们更出面谈起 在拍摄过程中所遇到的心酸委屈 既然武打戏有武术指导 那么亲密戏是否也有这样的需求 才能让所有参与的人员伤害降到最低 娱乐产业中因权力不对等 而有的性骚扰案件层出不穷 根据好莱坞在2020和2023年的调查 男女演员有高达六成以上有类似经验 而且这个数据在三年性评议事更高后 依旧没特别的改变 根据日本娱乐产业调查 2023年演艺人员有超过两成 承认有过性骚扰 最常见的受害类型是被迫发生性关系 占一成 性骚扰案中最著名的例子为 巴黎最后特探格最后一幕 Marlon Brando饰演的男主角 在女主角Maria Schneider事先不知情的情况下 以奶油为润滑剂 强奸女主角 虽然Maria Schneider事后表示 并不感觉被强奸 但仍因精神崩溃 导致心图全毁 时间快转到2017年的MeToo运动 让更多人正视演员的权益 作为演员本分的性感 裸露 有了更深入讨论的机会 然而随着观众的口味欲区开放 亲密戏在影视作品中的比重 也逐渐增加 在保护演员权益 与呈现剧情需求的同时 亲密戏指导员成为了制片 与演员方的协调润滑剂 所以他们就会看他们 站在这里 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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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所地 很多关键的内容 发生的内容 没有任何要考虑 partir beginning 谁做什么 於什么动物 不然这是遇动的 非合法和其他承讯制作和派遇 也只会被人留下 被人感染达到 被人感染达到 被人感染冤和感染达到 你愿意愿意被感染者 你愿意被伴摆 strike 当你愿意被被摆到 自2014年,原为舞者的Aida O'Brien运用她对肢体的专业,率先提出了影视作品中亲密指导的概念,并提出了一套准则,而HBO和Netflix也在往后的影视作品制作上跟进。 自2017年至今天,目前全球亲密指导员认证相关机构有10个,而在华语娱乐圈则是在近几年才开始有这样的概念。 在讲述台湾选举文化的灶浪者影集在Netflix播出后,有段女性上司鼓励助理下属,揭露被同事性骚扰的经验,引发了蝴蝶效应。 不少台湾的政治人物、娱乐圈的大人物被点名,带动了另一波台湾的MeToo运动。 从事剧场指导多年的佳音,在探讨亲密关系的Netflix台剧《爱爱内涵光》中,正式被赋予了亲密系指导员的职位。 在前期场景设计的阶段,为了让导演的想法在视觉呈现上更专业,佳音让导演填了一个Google表单。 我会在前期就跟导演讨论出来,他这个表单跟他给我的reference,呈现出什么样的东西,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去跟他讨论。 一样是男生强势,女生弱势,那就有两种不同的说话方式。 对,然后我会提供我的想法给导演参考,然后导演会说出他的想法,然后我把这两个的效果可能都讲出来, 跟在戏里面呈现的状态,跟他说明之后,他可以做选择。 那我会尊重他的选择。 Intimacy Directors and Coordinators的CEO Jessica谈到, 每一个步骤的解释都要非常精确,包括手要如何放,走位, 甚至要用什么样的防走光道具,都要确实沟通。 每一队演员,他们第一次要排亲密戏的时候,我都会给他们念一个誓词。 我会请演员面对面站好,我讲一句,他们讲一句,他们要跟对方讲。 大概就是内容也是说,我会保护你,请你放心,你有什么事都可以说。 到后面你会发现演员渐渐的,他更进入状况之后,你可以感觉到他放松下来。 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说,嗯,这件事情确实是能够让演员表现更好, 然后让整体来说更安全的一个措施,这样子。 许多演员都表示,亲密戏指导员在拍摄现场功不可没, 以亚马逊自制的同志电影《王室飞闻守则》走红的英国男星Nicholas谈言, 拍摄男男亲密戏是个很脆弱的时刻,幸好有指导员的存在, 让性爱场景像舞蹈一样自然。 近期以可怜的东西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艾玛史东, 在接受NPR采访时便表示,是否配有亲密指导员不该再是个选项, 因为指导员就像一张安全网、编舞家和安全握把一样的存在。 其实有蛮多演员在讲完那个当下的反应,都会需要时间去消化, 这是我一开始没有想到会有的样子。 大家都在照顾生理上的受伤,亲密系指导比较照顾的是心理上的层面。 亲密系指导员的存在,让原本尴尬的亲密系沟通回归专业, 演员们也能更因具体的指示,不必担心过分要求, 更能拿出专业的表现。 在性别平等意识的抬头下, 未来在亲密系的场景中, 配有亲密系指导员更是一个指标之一。 欢迎大家讨论的象兴停